下面我们来关注加州居民可以在11月底前申请地震加固补贴金 加州是地处于圣安·地列斯断层待善 也是全美发生地震次数最多的州 许多的湾区居民不了解自己的房子能否抵挡得住强症 目前加州已经启动地震加固奖励计划 简称EBB 只要收入在72080美元以下的家庭 可能会有资格获得看证改造的资金补助 加州平均每年有1万次地震 1983年发生的旧金山、洛马、普列塔地震 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损失 数千人受删、63人死亡 最近的一场5.1级地震发生在圣河西 加州地震局的数据显示 加州也有120万栋房屋是在1980年前建造的 被认为不够牢固 这些房屋没有用螺栓固定在地基上 而且木结构的墙壁上切发支撑 所以人们需要改造这些房屋 以提高其看证性能 地震加固奖励计划是为了帮助房主 减少地震中房屋的潜在损失 目前该计划已经帮助了超过17500名房主 今年该计划将向270多个城市和社区 521个邮政区的房主提供近15000份补助 符合条件的房主可以在11月29日之前 到earthquickbreakball.com网站上提交申请 并有机会获得高达3000美元的补贴 提交申请的房主将会通过随机抽签的方式 来决定是否被选中 并将在1月份收到被选中 或者列入等待名单的电子邮件